好 接着再看到花莲县政府的农业处推动有机香草农村旅游 也邀请全国旅行社 网路部落客 旅宿番地业者 还有杂志媒体组成的花莲好散布彩线团 11月2号是来到了军达休闲农场 从认识香草一直到体验的DIY活动 让大家体验农村旅游的乐趣 来自全国各县市的旅行业者网路部落客 杂志媒体还有旅宿饭店业者 并且来到花莲展开农村旅游体验的行程 而下午则是来到洋业媒体都要酒店的香草世界里 由军达集团创办了允存手 打造了全新香草农游乐趣 军达集团副总理之家表示 这次公司也推出不同的体验活动 就是要让大家深深体验来自香草的农游生活 花莲县政府在推动的农村好散布 5G社区的活动 我们央阅美地杜达酒店以及军达休闲农场 提供了我们的香草花园的导览 让每一位来采现的同业以及媒体记者 都能够了解到我们平常在我们的园区里面提供的香草花园 里面种植了100多种的香草 如何的应用这些香草结合到我们饭店的主题 另外的部分是提供这次来参加的贵宾 DIY的活动以及香草茶的体验 我们平常设计了很多的香草相关的DIY活动 主要让入住的贵宾能够亲自的体验到香草的应用 例如说应用在我们的手帕拓染 或者是干燥的香草可以做成香包带回家 那持续的在家里能够享受到这些香草带来的香分 那同时也能够疏解一些生活以及精神上的压力 那香草茶更是我们自己利用香草所开发出来的产品 这次也会在这一次的贵宾体验的行程中做规划 让大家都能够体验这种没有咖啡因的香草茶 那里面四款的香草更能够结合我们时势的变化 去做配方的改变来让它能够更符合我们人体的需求 然后达到更好的一个香草的防护效果 这次活动安排军长休闲农场的有机香草花园导览 介绍35年来的成长故事 体验及拍摄各式疗悦又饶富的趣味有机香草DIY活动 同时也品尝酒店自家的有机干果以及香草饮品 假设媒体一句旅游同样好友对有机香草的浓油深度体验 记得喜欢你 接下来的观看